青山宮外兩名男子談判撕破臉 只見一人轉身進去 下一秒就遭黑衣男連開三槍 拔腿想逃根本來不及 這名中槍的男子 其實就是青山宮的副主委 C漢偶貴許文旭 倒握在宮廟內 但槍手還不罷休 跑到宮廟對面挾持人質 馬槍丟出來 你被包圍了 冷靜一點 有人質啊 遠景赫槍實彈全副武裝 除了拿盾牌也戴頭盔 不敢大意 警匪對峙將近一小時 擔心有突發狀況 遠景拉了三層封鎖線 出動154名警力 衝突一觸即發 傳來兩身槍身 槍手自強 倒握在地送衣不治 而他的身份是萬國幫的大佬之一 綽號阿國邱國龍 疑似不滿遭同幫兄弟出賣 跑三弟 槍殺又挾持人質 還原整起槍擊案 第一現場就在萬國幫堂口 交投阿迪亞中球槍 他的胞弟中武槍 接著阿國搭計程車來到第二現場 青山宮 槍擊綽號C韓偶貴的副主委許文旭 對峙過程中還有一名員警腿部中彈 但阿國還不放過對方 挾持副主委的四名親友當仁智再自強 光是一夜就開了至少二十七槍 同幫派的角頭起內訢造成一死四傷 其中中九槍的阿迪亞已經在醫院清醒 稱自己不記得阿國說了什麼就被打傷 究竟槍擊案背後是否有幕後藏鏡人 還有帶警方抽絲剝繭 釐清真相 三天新聞林玉君王嘉恒 戴偉辰 台北常報導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嗎 沒事沒事 謝謝 謝謝大家 儘管經過一夜時間 連傷還是透露出恐懼沒有笑容 而他就是被挾持 C韓會 許文旭的堂姐 那你先犯犯就想跟你們說什麼嗎 二十二號下午遭挾持的四名人質 包括許文旭 堂姐 妻子 兒子 還有姐姐 都陸續來到分局 就是要還原前一晚 槍手闖入脅迫的過程 時間回到十九號晚間七點四十五分 遠景全副武裝手持盾牌步步進逼 因為槍手就躲在裡頭 當時槍手阿國手中 挾持著四名人質 警方不敢大意派出百名警力在外部署 最後在警方靠近槍手藏匿民宅時 裡頭突然傳出槍響 這難道是為了示威嗎 對置近一個鐘頭後 女子手取白旗證明被放出來的人質 就是曬漢鵝貴 許文旭的堂姐 緊接著包括妻子 兒子也被放了出來 裡面都沒有人 兒子被救出時嚇到雙腿發軟 還蹲在地上不斷干藕 而就在幾分鐘後晚間8點50分 槍手拉著許文旭的姐姐從民宅內走出來 沒想到 槍手阿國不聽警方勸阻連轟兩槍選擇自強 而遭挾持的姐姐立刻上後退蹲下 這一幕讓她真的嚇壞了 接接獲救之後向警方還原 當時因為大批警力趕到青山宮 槍手阿國才會闖進店內 第一時間阿國向許文旭妻子下跪 只說自己走偷無路 還打給女兒告別 女兒要她別做傻事 也別傷害其他人 因此槍手阿國才會陸續放走人質 最後電話掛掉前 還交代女兒要好好孝順媽媽 似乎遵守江湖規矩 不傷及無辜但死亦堅決的槍手阿國 送醫之後還是傷重不治 只是她選擇自強 怎會連開兩發 把人瑕疵與警方對峙 不只震驚全台各界 恐怕造成這四名人質一輩子的陰影 三立新聞正常 黃松祥台北報導